中美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星期四结束,显然没有取得重要的进展,双方的对外通报都是交换了看法,进行了建设性、坦诚的交流,均未谈及成果。 双方也没有提及是否以及什么时间,会举行下一轮磋商,这个结果是舆论之前就大多预期到的,华盛顿和北京看来都不想把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,否则双方就不会举行这一轮磋商,直接把贸易战往大了打就行了。 但是双方副部长级的接触除了专业性沟通,看来也在相互试探火力。 美方想了解他的压力是否起作用了,中方是否软下来了,中方则想了解美方的强硬要求是否有所松动。 实际情况是,双方看来仍站在原有的立场上,或者说双方的立场差距依然很大。 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是严重不平的,有AWTO原则的,触及了中国的经济主权,威胁到中国经济的未来。 中国肯定不会对他们让步,只要中国这个国家继续保持运转,我们就会坚持经济及科技全面发展的权利。 美方现在认识不到这一点,那么只好通过我们对贸易战的反击让他来认识。 美国最终是很有可能放弃他要求中国不发展,这一真正的核心要求的。 但前提是中国要展示出他阻止不了我们发展的能力,有两方面的情况,可以向华盛顿传递相关信号。 一是中国经济能够顶住美方的第一波压力,在贸易战的环境下稳定下来,保持有竞争力的发展节,奏和势头。 中国的科技进步,也能够不依赖同美国的交流实现自我创新能力。 换句话说,贸易战会对中国有一定影响,但它的影响远不像华盛顿想象的那么大。 中国经济的韧性将打击美方的气焰,重挫它的锐气。 二是现在美国经济形势正是最好的时候,美国减税,海外资金回流,基建投资计划推出等跌加推升了乐观情绪,增加了白宫对华打贸易战的信心。 但是情况会变得,上述几个利好因素很快就会减弱,目前美国又已处在经济增长周期的末端。 大量分析认为,美国经济明年的压力很可能比今年大得多,贸易战冲击美自身经济的后果一将显现出来。 到那时白宫的底气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,他会发现用经济对撞,来阻止中国崛起很不现实。 贸易战既伤对方又伤自己,他不像军事冲突那样,可以有明显的胜利标志。 中美贸易战最终要通过谈判解决,但美方现在的态度仍很傲慢,仍希望通过极限施压,增加自己未来,获得更好谈判结果的筹码。 我们必须让他确信他达不到这个目的,用行动与他对话。 中期选举也是美方坚持目前强硬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,因此美方的2000亿美元征税大棒很可能会打下来,中方已经做好反击的预案,我们要做好接下来那一仗会实际开打的思想准备和产业应对准备,并过去2000亿美元的那波冲击,中方一战止战就成功了一半。 中美贸易战升级趋势明显,但话说回来,迄今为止双方都会显示出把贸易战打向其他领域,借用低远政治手段助阵的明显倾向,希望双方能坚持这个规矩。 贸易的问题贸易了,因为如果未取得贸易战优势而开辟新战线,双方都有手段,也都有能力钻住对方的敏感处,双方的代价都将大比例上升。 双方如果能够避免那样的更坏情况,会最终对一贸易战损害了的双方互信形成一点不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